男女大不同 不過就不要典型化男仔女仔 這個我們要注意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獨特 但是你問我 男校女校開學 只說一年班開學 真的女仔哭的比較多 所以確實在性格上的成長 都是有些不同的 當然在男女校的學校校長 老師 其實他們應該要注意到這個特性 就不要將男女當作一個版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我說 選擇學校的時候要好看這些 因為大部份的學校 其實大部份都是男女校 其實是很少為男仔女仔這個性別上的差異 去設計課程 而最不幸地就是 一面倒其實都是你女生的 而且他們的專注力比較上 是可以比男仔好很多的 所以一邊說上課 老師是覺得 教女校 尤其我在女校做過我就知道 那個是天堂 那我不敢說那個是地獄 不過挑戰很大 男仔精靈無限 第一件事就是要放電放電放電 好了 我經常都勸家長 如果你有兒子 請爸爸 爸爸們多些參與 因為媽媽確實真的很難 每日陪個小孩去踢球 又去踩單車 媽媽我經常都說 她沒有做過男仔 她不明白為什麼她是這樣 她屁股就是不知蹬 她的腳就是摩打 真的順著這種過性 你就培養她 她喜歡挑戰 她喜歡升級級 所以你看看男仔 她的性情是怎樣 你就設計適合她 做的事給她 而從中鼓勵她 女仔很喜歡說話 有很多秘密 她自己在同學群組裡 有很多小組別 女仔的興趣 可能她也有很多人 要看女仔 例如她喜歡看什麼書籍 陪她去圖書館的時候 跟她聊聊聊 也不會因為她是女仔 她一定要看某類的書籍 就著她的興趣培養她 我猜那些小蚊子 為什麼這麼開放地 將什麼都說給我聽 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當我很想說一些 給媽媽聽的時候 可能變來帶人一些 可能沒有那種同理心 去回應她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因為我們做了大人的時候 就忘記了我們曾經是小蚊子 我們忘記了一個小蚊子 遇到某些問題的時候 是何等無助 她其實一回到家的時候 她很希望趕在媽媽那裡 將一些冤屈氣 哭一場 告訴媽媽媽 但是你知道 媽媽緊張就是 明天寫著墨書 她久而久之 有時覺得 說也沒有效的 那我不如寫給一個 聽我 批判 處理這些 尤其是女生心事的時候 第一 不要這麼快 用理性去批評 你試試去 好像她要流眼淚 你讓她的眼淚 她要讓她的肩膀 你讓她的肩膀 你讓她的肩膀 那時候女生就會有這樣的現象 你做到這個部分 其餘的事情 她慢慢就會肯跟你說心事 我想第一件事 她感受到家庭裏面是一個很安全 很有尊重 很有愛 這是第一點 第二 就是就著她的興趣 看到她的興趣 我剛才說 多些注視的成年仔 看到她的興趣的時候 女生容易搞些 因為她的專注力好些 所以 只要你提供了 你給她那些東西 她就會自動幫 很多東西自動幫 男生需要多點力 當你的兒子高度 像你那樣的高度 你的女兒高度 像你那樣的高度 你想不想 她仍然是喬你的手 抬擦你 然後跟你說 媽媽 我有些心事想告訴你 你想不想這樣 你要這樣 她不會是自然的發生 而是說 真的在她成長的過程裡 她沒有用了太多心機 好像錢吞草錢 而到那時候 你就會發現 咦 真的是這樣 我 我 你 我 感谢观看